大家好,我是阿黎 在上一个视频里 我们已经处理好了韭菜的种子 现在我们来把它种下去 这里我们需要用到 已经露白的韭菜种子 看一下 它们的根非常的长了 发芽率也很不错 还有花盆 水 肥 手套铲子 这些工具 当然还有花图 这里我选用的是一个内径25厘米 升20厘米的圆盆 和一个长度大约是52厘米 宽20厘米 升20厘米的长条盆 看到这里有的同学可能会问 我准备的种子好像并不是很多 为什么选择这样两个比较大的容器 这就要回到我们上一个视频的第一个问题了 为什么你的韭菜总是长得细细的长不大 很有可能的一个原因呢 就是你播种播的太密了 这样当苗子长起来之后 它们密不透风 互相之间争抢阳光 水分以及肥料 自然而然就长不好了 所以我们在播种的时候 一定要尽可能选择比较大的容器 控制好每一粒种子之间的间距 这样呢我们的韭菜就已经种成功一半了 我们先来种这个圆盆 首先在盆底加上一层花图 这里我用的呢就是园艺店里买到的最便宜的花图 如果你比较讲究的话 你也可以选用这个专门用来种蔬菜的种种植图 可能会更好 但是我一直就是用的最便宜的花图 并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大概在盆底加上五分之一的土 或者四分之一 注意把这个土稍微搓细一点 不要让它扳接 然后混入一定量的底肥在里面 韭菜是一种非常吃肥的植物 我用的是这个海鸟粪肥 它有一点臭臭的 不过味道不是很大 如果你不贴近呢 基本上是闻不到的 这个比例你可以根据肥料的这个说明来用 我就是比较随意的加了一些给它拌匀 当然你也可以用鸡粪或者牛羊粪嘛 粪都行 但是一定要用腐熟的 这个地方我们不把土加太多 是因为苗子刚长起来的时候它的根还比较小 不能接触肥力太大的这个土壤 或者最好是就没有肥 那么我把它放在底下 当这个根长到这里的时候呢 它就已经比较健壮了 就没有问题 这个是底肥 底肥拌上了之后我们给它浇一点水 因为这个土还浇干 加一点水给它再混合一下 然后继续往里填土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土填到 填到这个盆比较高的地方了 这个土可能太干了 你看要把它用手搓碎 你填一部分土之后呢 就加一点水给它拌一下 好 现在我们看这个土好像加比较高 好 其实水一浇它慢慢就下去了 我们把上面的土给它整平 土填好了 现在我们把种子种下去 把种子种下去呢 有两种方法 我可以给大家都介绍一下 我觉得都挺好用的 第一种呢 是我们拿一个费旧的筷子 或者一根棍子 在这个花盆里 大概每隔3到5厘米的地方 轻轻的戳一个0.5厘米深左右的洞 这样子我先做个诗意啊 这样子 然后呢 我们把露白的种子 直接就放下去 这里 因为我们刚才说了 这个白颜色的是根 所以能看清吗 我们要把这个根朝下 放到我们刚才戳出来的小洞里面去 这样子 放进去 它老是跟着我的手套跑出来 然后把这个小洞 用土盖上就可以了 非常的简单 那么这个方法呢 在你这个容器不是特别大的时候 还挺好用的 如果你的容器比较大呢 我们就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 一会儿我在这个长条盆里给大家演示 这个洞大概0.5厘米深就可以了 不用扎得太深 以前我有一把尖嘴的镊子用来给这个韭菜 播种也很好用 但是现在找不到了 所以我干脆就直接用手 好 我这一盆已经差不多快种完了 大概是30里左右 30还是31里的种子 我们一个坑里呢 只放一颗种子 因为我们这个是在花盆里种 所以可以种的精细一点没有关系 但是这样我们就可以省掉了之后的 建苗和移栽的这个工作 那么三个月后或者两个月后 这个种子长到 不是种子啊 这个韭菜 它长得比较壮了 根已经长好了 如果你想的话 你可以把它直接的移到地里 那这个时候移栽的成活率就是百分之百了 比你遇了苗之后 细细的小苗下地的成活率要高很多 OK 我们把每个洞都给它盖上 大家在进种的时候可以 不用像我这样等到根长到这么长啊 长到这么长它有一个 一个算是缺点吧 也不一定是缺点 就是说你在播种的时候 如果一不留神很容易把这个根给弄断了 所以它长到适中的长度的时候 你就可以给它种下去了 那么长的长有一个什么好处呢 就是你等待它发芽的时间比较短 等这个水流下去 这个花盆的托盘里已经有水出来了 我们一次性把水浇透 把它放到一个 嗯 现在我是会把它放在屋里 因为这两天我们这里降温了 等到下个星期温度上来了 太阳出来了就把它放到室外去 它马上就能发芽了 一般来说 嗯 根据你这个进种时候 出来根的长短 它的这个发芽的时间在五天到十天左右不等 还算是比较快的 现在我们来介绍第二种方法 我已经在这个长条盆里准备好了土 然后我们取张这个薄薄的纸巾 给它铺在这个土上 因为这个土是湿的这个纸巾 很快也就湿润了 我们拿就拿这么大一个面积来做一个示范就好了 这个时候我们要做的事情非常的简单 就是我们把这个种子 按照一定的间距 也就是三到五厘米的样子 给它放在这个纸上 你看 就这么放上去 非常的简单 放上去之后 然后用一层很薄很细的土 给它盖上就行了 这个种子 这个种子因为它泡在这个水里有一点沾手 所以不太好分开 做这一步工作的时候就是需要有一点耐心 好了 这一块就已经播种好了 然后我们再取一点细细的土 这样包包的撒在上面 把种子都盖起来 你可以在盖上土之前给它拍一张照片 等韭菜发芽以后你再看看 这个发芽率究竟怎么样 最后浇水 这个水壶里的水不多了 一会再给它浇上吧 好了 我们的播种工作呢 到这里基本上就完成了 现在大家只要找一个阴凉的地方把它放起来 过两天 温度起来了 太阳出来了 拿到室外去 耐心的等待 一个星期到十天 你就能看到你的韭菜小苗了 最后还想说几句关于温度的问题 韭菜最佳的发芽温度呢 是15-20摄氏度 这几天外面还太冷 所以我先把它们放在室内 根据天气预报 到这个周末 室外就能达到19度了 到时我会把它们移出去 放在我家光照最好的地方 这样等小苗长出来 就能尽情享受尽可能多的阳光了 So,这一期的内容就是这么多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我讨论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谢谢你订阅,点赞,以及转发 下一期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韭菜的小苗 Cheers 我刚刚突然发现 这盆韭菜竟然已经发芽了 有没有看到 这里有一粒种子 顶着种壳出来了 还有这儿 2 3 4 5 6 7 8 它们弓着背就出来了 非常可爱 种子是前天拨下去的 今天是第三天 这个发芽的速度真的很可以 很期待它们赶紧长大 好了 这一期的视频现在真的结束了 那么下一次再见吧